他是我见过的罪人狠话不多的司机 这天他把车开到银行门口 四个刚抢完银行的劫匪上车让气开车 但男人拒绝 说好的三个人现在变成四个人 多一个人就多了一百多斤的重量 会降低汽车行驶速度 导致甩不掉警车增加被抓风险 劫匪老大开枪就要打死男人 男人霸气到这台车只有他知道密码 打死我谁都跑不了 眼见警察就要追来 老大只能妥协一枪打死第四名劫匪一脚踹下 让男人马上开车 男人很满意让众人系好安全带 黑色的宝马犹如闪电一般穿梭在街道上 出色的反跟踪技能和飘移技术遛到飞起 男人辗转铜锣逆行逃离 让追击的阿瑟措手不及 很快更多警车加入进来 男人丝毫不慌直接从人行通道飞速时 利用路障升起的时间差将追车甩掉 身后的劫匪兔都未都出来了 此时又来几辆警车 宝马车被前后夹击男人一脚油门 飞下天桥搭了个顺风车 随后拿过手枪一枪打爆保护杆 利用汽车惯性普及追击者 男人趁机火速倒车加神门白尾驶入岔路 一路来到码头利用火车将所有追兵挡在身后脊 成功甩掉了跟踪 男人名叫杰森斯坦森 曾经是一名叱咤风云的特种兵 精通中国武术套路 退役后成了滴滴送货员改名为郭达 郭达送货有三个原则 第一绝对不能中途更改订单 第二从来不打听雇主情况 第三绝不查看密封的包裹 顺利完成这一订单之后 郭达清洗了一下他心爱的车辆 看着电视里报道三个劫匪落网消息 他脸上露出笑容 几天后郭达接到一个新任务 是一个将近50公斤的货物 约等于一个菜名的重量 对方让送到250公里以外的卢森堡 报酬是4万法郎 一听是4万法郎 郭达表示就算是菜名我也报 郭达和对方约法三章 表示如果没有人接货的话 他就会原地扔下货物开车离开 对方听完后付了定金 郭达将车停在路边 两个壮汉抬着货物放到了自己的后备箱 路上郭达的车爆胎了 只能下车换胎 郭达打开后备箱 却看到包裹里装的东西动来动去 好像是一个人 但他并没有拆开包裹查看 因为那样会坏了他的规矩 郭达换好轮胎后继续上路 到了服务区时 郭达看着后备箱突然有了好奇心 车后面到底装了什么 郭达直接将车开到了郊外 他决定打破自己的规则 他打开后备箱拉开包裹 里面居然是一个女孩 郭达看着女该有点于心不忍 于是拿出一瓶饮料 用小刀在女孩嘴上的胶带上开了一个小口 让其喝点水 这一再打破了他绝不查看包裹的规则 喝完之后郭达关上后备箱 再次上路 一路行驶到卢森堡 对方指责郭达迟到 郭达解释说 路上出了点小问题 然后将装有女孩的包裹交给了对方 付了尾款之后 对方还想让郭达再送一个东西 郭达没有推辞 接下了这笔订单 然而郭达不知道的是 对方让他送的是一枚炸弹 郭达在路边买了饮料刚要上车 原来对方是想杀他灭口 帮你送货你居然还想泄墨杀驴 暴怒的郭达直接杀了回去 郭达施展灵活手段 接过工中的手枪 三枪就将几个保镖全部制服 刚要问不准下落 就被直接 通袭 郭达一脚踢爆一员 随后与另一个手持力所的喽啰缠斗 地下室的女孩听到打斗趁机逃跑 郭达面对前后夹击丝毫不慌 一人端枪袭来被郭达飞身一脚踹飞 结束战斗 解决完众人后 郭达来到车库陵园够了一辆奔驰 撞碎车库木门扬长而去 但车开到一半 女孩却从后面冒了出来 一想到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而起 郭达就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将其丢下开车离开 但事后又觉得于心不忍 于是又回来带走女孩 而当天晚上 大难不死的小弟将郭达反杀的故事 告诉了大哥卡当夫 卡当夫为了不被泄密 直接弄死了小弟 郭达带女孩回到了自己家中 第二天女孩还为其准备了早点 郭达心里对女孩有所感官 这时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是警察老白 之前他就怀疑郭达跟黑道有关系 并一直暗中调查 老白直接拿出了郭达的宝马车牌 他的车被炸了 老白问他怎么回事 郭达三间气口 老白问郭达没有车是怎么回家的 女孩说是他开车送郭达回来的 老白要检查汽车 为了不让老白发现车子的碰撞痕迹 女孩故意和郭达表现得很亲密 终于骗过老白 老白表示他的宝马的爆炸残骸 全部都在警局 希望郭达有时间了 能和女孩一起到警局交代你的情况 老白离开后 郭达和女孩回到屋里 郭达此时发现自己自从认识这个女孩后 不是被炸就是被调查 然而话音刚落 一发火箭弹就飞了过来 整个房间一片狼藉 暴雨般的子弹倾泻而出 将房屋打得千疮百孔而盖 二人进入地下室 对方再次发射 二人穿上潜水衣和氧气瓶从水底成功逃离 事后两人来到警局 老白问郭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郭达不想坦白 他想用自己方法解决事情 女孩趁着老白出去的时候 黑进了他的电脑 成功查到了部主卡当夫的信息 但老白还是技高一筹 他使了点小手段 看到了之前女孩的查询记录 女孩告诉郭达 他和父亲都是被卡当夫集团绑架的 现在父亲被困在集装箱里 希望郭达能帮忙 为了救女孩父亲 郭达直接杀进卡当夫办公室将其制服 质问卡当夫为什么绑架别人 还羡慕杀驴 卡当夫表示是你先坏了规矩查看了后 郭达无话可说 确实是他坏了规矩 此时卡当夫却告诉他 女孩的父亲赖先生就是绑架集团的老大 话音刚落 女孩的父亲赖先生就带着手下杀了准 郭达被直接打晕 老白赶到 卡当夫和赖先生反咬一口 说郭达绑架女孩敲诈赖先生 老白无奈只能把所有人都带回警局问询 郭达将所有事情一五一事告诉老白 原来 赖先生的集团专门从海外绑架人口 他们的运送方式是港口的集装箱 现在有400人被困在集装箱里 郭达认为现在就应该马上救人 老白却认为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动手 但郭达却说自己12个小时就能解决这件事情 老白相信了他 并帮助他挟持自己成功逃了出去 郭达单枪匹马闯入港口 通过听诊器判断集装箱里面到底有没有活人 郭达开枪解决掉了一个大声 但是枪响却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 卡当夫文生赶来 他伸手了得一拳打中郭达的面 郭达的枪也掉到了地上 两个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激烈的肉 对方直接给了郭达一记闷棍将气打翻在底 命令小弟活捉他要跑步 小弟一轰而上 郭达用货箱的铁门做掩护各个机会 顺带着把他们关进集装箱 自己则从货柜上方逃脱 卡当夫以为万无一失乘车离开 但郭达却悄悄跳上了卡车 但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 被挂在车的侧方肆意荡漾 货车司机看到了到处荡漾的郭达 准备一个变相撞死他 情急之下郭达只能跳桥逃亡 落在了公交车顶上 跟着公交车到了终点站 但后面的追兵已经跟到了公交站 郭达在狭小的角落里被人包围 对方伸手就算直接就把郭达衣服给撕了 赤着上身的郭达露出了一堆剑子肉 以一敌多从外景打倒内击 在公交车内和对方展开周旋 郭达三拳两脚打的对方不敢上前 只能抄起一旁的铁棍 各种兵出身的郭达抽出短刀贴身肉搏 对方虽然武器占优但还是毫无还手之链 战斗结束准备离开的郭达又一个壮汉拦住群 壮汉体型占据优势 搭一记猴子偷逃 随后一脚踢中对方脑袋 对方被迫松开了手 更多的小弟支援了过来 乱斗中郭达踢翻了附近的油桶 所有人都在滑腻腻的油字中站过起身 郭达一看集中生智 赶紧让油字裹满全身 在油腻之中满地咕噜 由于此刻的郭达过于油腻跟泥丘一样 对方想抓都抓不住 一群大老爷们在地上满地打滚遍地鼓舞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郭达站起之后从自行车上拆下两个脚枪 穿上以后如履平地一顿旋风腿疯狂扫握 此刻对方救兵赶到拿出自动步枪开始扫射 郭达扑齿往地上一趴只妞一声 直接滑走的郭达跃入水中 对方直接扔下一个汽油桶一枪打爆 方圆几十米的海面燃起熊熊大火 郭达一个猛子扎过去 利用碧气功成功上了岸 第二天清晨郭达直接抢了一架飞机 从抢来的飞机上直接跳伞追上了赖先生的车 后面的车被向落伞遮蔽了双眼 在公路上直撂绝子被后面的汽车撞上当场爆炸 此刻郭达从车顶跃而下 一脚将货车司机踢了出去夺得汽车 货车司机挂在车门上荡压 没几下车门就直接掉了 司机掉在了地上贴地飞行嘎嘎直冒火星 给人地飞出 直奔悬崖而去 郭达则开着货车卡在赖先生的车前 对方恼羞成怒直接拿枪射击 而卡当夫则趁机上了货车 结果被郭达用锅里扎杀 两个人在车内缠斗 车身跟随两个壮汗的晃动也不由地晃动起来 前前后后左右又均匀摇摆 卡当夫趁机紧急刹车利用惯性将郭达直接甩了出去 但郭达并没有死 他扒住了车辆里 赖先生发现了他 想用冲锋枪扫射弹被女儿阻止 郭达则趁机使出小李飞刀 打晕赖先生的司机 汽车直接一路失控奔小路去了 郭达再次爬进驾驶室 使出夺命剪刀脚猛加卡当夫脖子将对方扔了出去 最后被绑人质全部活久 郭达也成功抱得美人归 这就是电影玩命宿敌 也叫非常人犯的故事 本片导演是香港著名武术导演成龙的师弟元 所以很多武打动作能看到香港动作电影和中国武术套路的一样 只是郭达并于硕大的肌肉 使得一些动作看起来稍微有点僵硬 不过一回声二回数 到了第二部第三部 随着摄影和剪辑技术的提升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